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TVBS看世界 我是叶佳荣 我们今天先来关注呢 全世界舆论炸锅的就是 美国MLB到齐队的超级球星大谷祥平 他的贴身翻译 水源一瓶竟然被卷进了千堵的丑闻当中 而且这金额呢 是高达了台币1.4亿 水源一瓶他坦诚确实是呢 大概三四年前就染上了这个不好的习惯 不过现在呢问题就在于 大谷祥平到底知不知情呢 因为如果他知道的话 那结局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这整体事件之所以会被爆出 我们要先来追踪一下 就是呢一开始是美国的检调 他们在查加州当地的一起签赌案 结果发现呢这个组头的账户里面 赫然出现了大谷祥平的账户 但是后来呢他的翻译水源一瓶就说 其实赌博的是他本人 而且他一开始的说法是 他呢有告诉大谷祥平说 自己有这个不好的习惯 大谷当然非常的生气 不过两个人毕竟也合作这么多年 有深厚的情谊 所以大谷就说 那我来帮你还这个赌债 非常的有情有义 不过呢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那代表说大谷其实知道 他的翻译有在赌博 而且是不是早就知道的 还没有阻止他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谷恐怕也难以脱身了 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法律 其实呢这个运动啦或是任何的体育相关的博弈 虽然在很多州是合法的 不过呢在到其所属的这个加州 他还是非法的 所以假如大谷祥平他真的事先得知 还放任他的贴身翻译做这样的行为的话 那大谷恐怕也会被牵连 他最严重是终身都无法在加州继续打职棒的 等于他的这个生涯呢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现在呢 水源一平他改变他的说辞了 他说呢其实大谷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呢这个检方当初查到 会给这个涉及迁赌案的人的钱是他盗用的 大谷的公关说呢 等于是这水源一平他偷了大谷的钱 大谷从头到尾都被猛在鼓里 但不管这两个说法哪一个才是事实的真相 水源一平迁赌的这件事情 都已经是踩到了大联盟的红线 他也火速被球团开除 前一天到齐队的开幕战大谷 还跟御用翻译水源一平有说有笑 这可是两人六年多的合作最后一战 水源金船涉嫌运动迁赌 甚至挪用大谷户头四百五十万美元 高达一点四亿台币来还债 水源一开始坦诚有毒瘾 还说是大谷自己愿意仅此一次替他还债 当面帮他汇款 但后来却又改口说大谷不知情 说辞反复 大谷出赛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到齐队火速开除水源 官网上立刻将他除名 水源大谷也退追踪水源的IG 不切割不行 因为迁赌在加州违法 钱是从大谷的账户汇出 恐怕遭受牵连 现在大谷的律师团也打算直写 定调是水源单方面窃取巨款 而水源也对媒体强调 大谷对他迁赌很不满 帮忙还债是要他别再赌了 大谷本人没有迁赌 水源还变称不知道迁赌违法 而且赌的是篮球足球 避嫌没有赌棒球 似乎想要一肩扛下来保护大谷 然而大量愤怒的球迷 跑到水源的IG留言 问他到底在做什么 台湾网友还打趣地说 小赌遗情 大谷祥评 有求平就认为这丑闻比大谷结婚 更令人震惊 担心大谷如日中天的形象事业 会跟着水源一起陪葬 其实这个新闻真的可以说是震撼 但来得非常突然 因为这几天我们看到 到齐全队去南韩 其实大谷跟他的翻译 都常常在镜头前面一起现身 看起来都是有说有笑的 而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就是在开幕战结束的当天晚上 水源一平自己可能也知道 马上就要东窗事发 已经有记者写了报导了 所以他当下呢就在这个一个会议上 向稻齐全队坦诚 他自己确实呢 是做了这件错误的事情 很快有新闻就会被报导出来 也正式向稻齐全队来认错道歉 而我们要深入的了解一下 水源一平这个人 他其实呢在日本出生 在美国长大 有非常丰富的跟这个职棒相关的翻译经验 他其实一开始呢 2012年呢是在日本的火腿队 来帮呢这个火腿队的洋将 来适应日本的生活跟做翻译 那后来2017年开始 他成为大古详评的私人翻译 两个人一起到天使队去打拼 而且他最厉害的翻译技能 让很多人觉得呢 很甘拜下风的是 他等于是要做双向的翻译 一方面呢是要把大古的日文回答 翻译成英文 让外媒来理解 另一方面是要把日本媒体的提问呢 一样呢是这个 把媒体的提问翻成日文 让大古来了解 所以他的双语能力其实都非常的精准 都非常的杰出 甚至他呢很多人说 是不是有最强大脑 竟然完全不用笔记 就可以翻得这么的顺畅 而且他跟大古详评的关系呢 非常的密切 像是呢他就说过 他跟大古见面的时间 比跟老婆见面还要多 他说不过就是因为两个人这么的友好 其实呢 关系已经超越单纯是工作上 他说翻译其实只是工作内容的10% 他另外要做的事情还有当大古的公关助理 帮他过滤一些媒体采访的需求 当他的司机开车到处跑 或是呢当他这个练习的伙伴 帮助他来适应在美国的生活 当然很多人在 如果你是大古熊平的球迷 你可能会觉得 大古怎么这么倒霉被卷进这件事情 不过还有一个人呢 他可能比大古觉得呢 更要倒霉的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另一位日本的球星 山本游生 因为本来呢 在今天晚上的这个大联盟的海外赛 到极呢会是派出他来挂帅先发的 不过就是因为昨天开始呢 大古熊平跟水云一平这个事情 真的是闹到炸锅 大家都在讨论 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这个新闻 像是这个社群陪团上的热搜 大家都在想知道 水云跟大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等于山本先发这个新闻 是彻底的被带过了 好像根本就没有人在意 而且他被抢风头这个状况 其实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大古熊平呢 之前发布了他结婚的喜讯 而这个时间点呢 刚刚好是在春训热身赛的第一场 山本游生的先发 当时也是大家都只关注 要恭贺大古熊平迈进人生的新阶段 好像没有人在意山本游生在球场上面的表现了 这很多人都说他根本就是呢 大古熊平的这个被盖在大古熊平的阴霾之下 可以说是最惨的球员 不过呢其实关于大古熊平 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消息是媒体还在继续挖 他结婚之后跟妻子之间的一些内幕跟秘星 而就有媒体报导 他一次在婚前就效仿美国的很多运动明星 签了一份天价的婚前写议书 有多风大鼓从高尺天空巨淡的人山人海就能清楚感受 除了本地球迷还有美国粉丝千里迢迢飞来看比赛 大古熊平魅力无穷还巧妙化解仇日情节 从他带妻子现身机场到正式比赛 都吸引大批媒体抢拍 规模阵仗连洛杉矶时报的记者都说很惊讶 媒体狂追的还有大鼓的婚事 又有日本媒体引述律师事务所说法 表示大鼓去年曾洽谈一份契约 疑似是婚前协议 由于美国运动选手 婚前协议配偶通常可分得 共有财产的20%到30% 律师研判这份协议 金额上看211亿台币 相当大鼓和到齐签订10年合约的总价 但球迷最关注的还是比赛本身 大鼓周四赛事人就担任第二棒指定打击 能否再为到齐夺下一社各界都很期待 严肃一点国际焦点 我们要关心是乌俄战争最新的进展 那就是乌克莱的首都基辅 又遭到了俄军的攻击 这个是来自基辅独立报的最新报道 说在今天清晨呢 俄罗斯的军队发射了飞弹还有无人机 所以一大清早5点多呢 基辅的市区就响起了这个空袭警报的声音 市中心的很多地方像是很多公寓 都传起了爆炸声 更警告这一次可能是乌克兰全国都面临了飞弹的威胁 因为这一次俄罗斯他们出动的是这个知名的匕首弹道飞弹 那当然其实呢 这个现在等于是乌俄战争进入了第三年 那从去年底开始呢 其实俄军对乌克兰的攻势可以说是越来越猛烈 俄罗斯甚至还打算要拉长战线 所以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呢 也对外誓言 他们现在要打算扩大军队的规模 他想要增加大概14个师跟16个铝等于是要做好了长期抗战的这个准备 不过其实乌克兰呢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要抓准机会反击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呢 是普清刚刚好连任刚刚胜血 所以举国都沉浸在这个欢腾的气氛里面 所以乌克兰军队也趁这个时间点展开了突袭行动 深夜两点接获出兵指令 等太阳升起后 一支乌克兰部队在枪林弹雨中杀出重围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在对内茨克克拉斯诺格福卡村强攻二军阵地 炸毁俄军藏匿的建筑后 乌克兰在快步躲进另一栋房屋内 派出无人机侦察其余敌军的藏匿位置 这时 乌军又拦截到敌阵营的无线电通话 后来发现俄罗斯指挥官下的指令 根本没有给予任何有用资讯 只说不要让武兵靠近 只是俄罗斯指挥官 再怎么想鼓励军队继续打下去也没有用 第三突击旅士兵一栋接着一栋房屋 轻缴俄军失利 尽管如此乌克兰依旧严重缺弹 只好抢夺俄国的炮弹 这部机器 通过了超过2.5千 俄罗斯的152mm码 我还有一个标准 由俄罗斯指挥部 俄罗斯国防部提供弹药的地图 不小心被代号MAD MAX的乌兵掌握到 他在乌东各处包括沼泽 水井或雪地里 陆续找到俄军藏匿的炮弹 如果是亚弹MAD MAX就将弹药拆解 取出里面的一颗颗小炸弹 撞到无人机上再用来回攻敌人 基辅军队虽然懂得变通 但仍然急需西方的弹药支援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兰姆到访 基辅再度表达挺无立场 但同时也摸摸头暗示 泽伦斯基也得考虑美国的立场 而在边境的另一端 俄罗斯总统普清 针对边境城市贝尔戈罗德州 近期连续遭乌克兰跨境攻击 在俄国境内 这当然让乌国人起得跳脚 乌克兰人骂归骂但对普清来说毫无影响力 他依旧在莫斯科红唱上大肆庆祝自己高票两任 以及并吞克里米亚十周年 十年前莫斯科在这强行举办公投 以百分之九十七赞成票为由出兵并吞克里米亚 这在西方夜里扯头这位是非法侵占 十年后普清胜血后高喊克里米亚会和俄罗斯一起携手并进 乌克兰只能想办法加大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攻击 目标是夺回尸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最近的这个军攻势可以说是势如破竹 像是呢也这个击毁了不少乌克兰的坦克 这个坦克型号呢是M1 是来自呢这个美军的援助 而他有所谓地表最强坦克的称号 那为什么俄罗斯还能够成功的攻破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陆军的退役少将他的分析 他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任务的性质 因为当时呢这个乌军几乎是在城镇跨要失守的最后一刻 把这个坦克推出去 所以导致呢被无人机锁定顶部比较脆弱的部分 第二个是战车的规格降低了换了很多的零件 变得呢这个防御力没有那么好 再来就是俄罗斯开出了高额的悬赏金 大概呢你如果破坏一台的坦克你可以拿到台币35万 等于士兵看到坦克像看到黄金一样 重赏之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导致了这个结果 那另外俄罗斯其实也还尝试在这个阿夫迪夫卡的前线 派出了人肉冲锋要来挑战乌克兰 不过乌克兰呢其实也都有抵挡住 他们呢还成功击毙了大概20名的俄罗斯的军人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那其实乌克兰也想办法想要来反击俄罗斯的攻势 所以他们是派出呢这个非常精英的第93独立机械旅 去突袭了俄罗斯的阵地 那也有不错的效果呢是有俘虏了大批的这个火箭弹 所以其实呢乌克兰很努力在这个比较劣势的状态下去找突破的机会 尤其是在俄军尤其在乌军他们换了新一批的这个军队的领导高层之后 他们都采取这种出其不意的战术也都收到了不错的战果 几乎毫无悬念普京以88%的支持率第五度当选俄罗斯总统 成为前苏联领导人史达林之后俄罗斯执政时间最长的统治者 虽然包括乌克兰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给了俄罗斯大选既不自由也不公平的评价 但是很遗憾地告诉各位 未来六年俄罗斯的领导人依旧是普京 根据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利特维诺瓦分析 俄乌战争会是普京下个任期的重要目标之一 尤其选民还包括二战区的乌克兰民众 显然普京早就认定这些地方已经是俄罗斯的国土范围 这样的做法不但乌克兰不能接受 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非议 尤其普京的野心更让欧洲大陆不得不提高警觉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就在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中表达出他的忧虑 波瑞尔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这样的忧虑 甚至警告西方国家 欧洲战争很有可能在今年春夏或是秋季就会出现结果 如果俄罗斯赢得战争 那么乌克兰就会像白俄罗斯一样成为莫斯科的附庸 因为普京会在基辅成立一个傀儡政权 到时候会严重冲击美国及其欧洲友邦建立起的联盟体系 而且很多分析人士都指出 俄罗斯最迟会在夏季发动新一波的军事攻势 迫在眉睫的紧张情势 已经让乌克兰很难支撑到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炉 如果援助法案总是无法通过的话 乌克兰不止会陷入到极端的困境中 战争失败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高 毕竟赢得总统选举的普京 说明了他的权力根基已经非常稳固 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也会越来越重 这就让很多人开始思考 波瑞尔的警告是不是代表乌克兰在战争中 将有很高的几率被宣告不至 深圳卫士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则有不同角度的看法 他认为现在乌克兰战略战术变化有一项特点 就是避开俄军的优势和强项 以自身的长处和俄罗斯打一场完全不对称战争 尤其乌克兰换上斯尔斯基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之后 放弃和俄军在地面上打消耗战的做法 改以利用海马斯火箭 爱国者飞弹 以及无人攻击装备 去打击俄军的空天军和海军 缔造出两周内击落俄罗斯15架各式战机 歼灭黑海舰队超过三分之一舰艇的战果 目的就是要减断俄军的双翼 让空天军的战机不敢过于靠近前线 同时削弱黑海舰队的调度与攻击能力 迫使俄军地面部队要孤军奋战 而且效果已经显现出来 从莫斯科拔掉前任海军总司令 换上莫衣谢耶夫主管海军事务 就能够看出端倪 上一谷更亲自出席一场海军高层会议 并且严格要求黑海舰队全体官兵 必须正视舰队频繁预袭的问题 同时向黑海舰队指挥官下令 自即日起要针对乌克兰无人艇的袭击 制定出有效的反击战术 并且定期举行实物演练 确保舰队战力不再平白受损 另外一个改变就是不再闷不吭声的挨打 乌克兰过去局限在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的保守方式 面对具有装备和人数优势的俄军 总是要发挥艰苦卓绝的精神 和俄军一较高下 但是现在不同了 既然俄罗斯敢亲门踏户跑来乌克兰家里撒野 那为什么乌克兰就不能偷偷摸摸 跑进俄罗斯境内放火 反正双方都已经动手了 在哪打不是打 与其让俄罗斯把乌克兰打得处处断圆残壁 乌克兰索性也如法炮制 锁定俄罗斯位在两战的最大炼油厂开刀 操作神风无人机直接破坏重要的经济资源 也让俄罗斯尝一尝损失的滋味 除此之外 还有一批反普清武装团体同样不甘示弱 分别洗扰俄罗斯别尔哥罗德 以及库尔斯克两个州的边境村庄 让俄罗斯部队前线作战后院失火 不但首尾难以坚固 还有机会截断俄军的补给线 来一个威慰救赵之际 顺便让乌克兰守军喘口气 尽管俄罗斯国防部公布影片表示 发动袭击的叛国团体和恐怖分子 已经被俄罗斯军方国安单位 及边防部队打退 并且歼灭了上百人 但是来自俄罗斯自由军团的影片则显示 这支武装团体在别尔哥罗德 一所受损的校园内展开部队旗 借以证实这个地方已经在俄罗斯自由军团的控制下 而且三名武装人员还把拖车拉到靠近台阶的地方 好让其中一人可以站在拖车的帆布棚上 以便扯下俄罗斯的国旗、州旗及住房当地的俄军军旗 避开俄军墙项 善用西方装备 破坏俄罗斯油气生产设施 以及运用反普齐武装跨境作战 扰乱俄罗斯社会秩序等等做法 已经成为乌克兰裂解俄罗斯步步进逼的四大革新战略 虽然这些手段并不能绝对保证乌克兰一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能为居于劣势的乌克兰争取到更多时间 等待空优战机和海外受训部队归舰 同时也有助于最大程度减少有生战力的损耗 无论从东方或西方军事专家的看法上来说 都提到乌克兰军队现在的最大困扰 就是缺乏足够的补充兵员 有权有钱的人想尽办法 脱关系走后门 就是要躲避国家的征召令 年轻力壮的原额不够 就只能找中壮年的男性动员 所以在乌克兰的部队中 年龄教掌的补充兵就成了主力 即便他们的爱国勤操不容置疑 但是受限于生理技能的老化 以及体能衰退 这些短板都成为影响部队战力的重要因素 加上又不熟悉西方装备的使用和操作 训练和适应的时间也需要比较长的周期 总体来说都对部队的行动和整体战力 造成不小的负担 训练不足的情况下 仓促派上战场 对乌克兰作战单位来说 无法充分发挥期望中的效用 军事上有一句名言 就是再先进的武器装备 也脱离不了人的操作 然而根据乌克兰国防与情报事务委员会成员 依附琴科表示 乌克兰有多支3000人到5000人的旅籍部队 全旅若有75%的兵力能够投入到战场上 已经是这支部队最好的状况 因为有些作战单位的缺额达到八成 这种部队实在派不上用场 即便换算下来 这样的单位少说也有个成千上百官兵 可以当成预备队来补充 但是依附琴科说的悲观 只要交火几个回合 这样的部队很可能在一场战役中 就会宣告团灭 与其平白牺牲宝贵的有声战力 倒不如让部队扎扎实实地 接受修整之后再进入战区 至少一支战力完整的军队 才有能力和敌人抗衡 否则如此草率仓促的调度 只会损耗部队战力 而无法遂行必要的战斗任务 由此可见 部队的兵员补充能不能落实到每一个单位 才是乌克兰有没有余裕和俄军周旋下去的本钱 看完俄乌要持续的关注 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了 不知道大家之前记不记得 在加萨走廊 当地有一个最大的医院 叫做西法医院 这里也是现在的少数 在当地还在持续营运的医疗机构 不过最新的战况呢 是以色列竟然去攻击了这个医院 他们的说法是认为呢 这个里面被哈马斯的这个武装分子藏匿给占领 所以就发动了突袭 而他们呢是击毙了大概90名的枪手 逮捕了160人 也审问在里面的300多名的嫌犯 不过站在哈马斯的立场呢 他们当然觉得以色列只是在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找借口 包括他们在统整这个很多攻击行动的一个头目 最新的消息是都已经被以色列的军队给击毙了 哈马斯就反击以色列说 你们声称呢 你们杀害的人 其实很多根本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跟逃到医院里面的这些难民 认为以色列是犯下了所谓的战争罪的 不过以色列当然呢 不这么想他们有很多的理由 想要告诉国际社会 像总理纳坦雅胡呢 他就说他们现在正在打算 还要再攻击另一座城市叫做拉法 虽然包括美国总统拜登跟德国总理肖茨 都打电话给他 跟他说反对你这么做 因为这会有人道危机的问题 不过纳坦雅胡还是非常的坚持说 一定会去拉对拉法做地面的进攻 不过呢不是现在 他们会先在当地做所谓的人道撤离 所以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大家看以色列这个做法会觉得好像其实蛮慈悲的 有替这些受苦受难的难民来着想 不过以色列另一个作为又引起很大的争端了 那就是其实当时有不少呢 从这个巴勒斯坦离开 正在以色列接受治疗的难民 现在以色列打算要逼他们全部返回巴勒斯坦 这当中也包括不少的孕妇 还有癌症的患者 从废墟中抬出伤患 加萨市才刚刚被炸完一轮 没想到 妇女一身凄厉惨叫后 一枚以色列飞弹就打在他们身旁 镜头瞬间剧烈摇晃 巴勒斯坦人赶紧拔腿窜逃 遭遇一轮又一轮的空袭 加萨市居民扛着大包小包 有的徒步 有的搭乘旅车 试图逃离北部战火 即使逃到南方还是照样被炸 加萨现在根本没有安全地带 正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 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人 传出将被迫送回加萨 只是这一切都将改变 战争将为这位小女娃沙拉 带来痛苦的人生 过去六个月的时间这三位加萨妈妈住在以色列医院病房里一同照顾 五个新生儿 但他们不得不打包行李 因为以色列当局下令将在周三把他们送回加萨战区 Hanan, the mother of twins, says she's scared of going back to Gaza without a ceasefire 尽管如此其中一位母亲还是迫不及待想赶快回去 附近利监医院也有将近五十名巴勒斯坦癌症患者在以色列接受化疗 同样被纳入遣返名单之中 回到加萨恐怕很难生存 因为除了医疗系统几乎崩溃之外 还要面临日益恶化的饥饿惨况 眼前这位原本正向乐观 喜欢跳舞的六岁加萨男童 愿严重营养不良又缺水 现在变得骨瘦如财 躺在医院病床上 让妈妈看得相当不忍心 联合国市井北加萨五月就可能爆发 饥荒 正在出访菲律宾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度寄出警告 联合国人权失误办事处痛批以色列拿饥饿当作武器 这恐怕构成国际战争罪 然而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完全不理会国际舆论坚持还是要进攻拉法 纳坦亚胡将派出官员最快下周前往华府跟美国汇报已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布林肯也将在周三再度访问中东 希望从中斡旋达成听货协议 及时阻止拉法遭到攻击 TVB新闻综合报道 而至于台湾有没有可能以后会遭到来自对岸大陆的攻击呢 我们来听听这位专专业人士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John Aquino他怎么说 他认为呢大陆确实是准备好2027之前就要入侵台湾了 因为他说可以从大陆现在的军武的规模建设跟军事核武库这些迹象来看 大陆现在的规模都是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 而有两个部分两个迹象我们先来检视 第一个就是军武的数字 因为他说从他担任这个印太司令以来 他发现大陆的战机的数量呢 三年内增加了400多架 还有主要战舰也多了20多艘 另外就是呢比较攻击性的武器 像是弹道飞弹 从2020年到现在还有巡异飞弹的库存 都是增加了整整一倍 而另一个数字可以来看就是财务上 大陆现在呢 从大概去年开始经济有蛮多的挑战 不过他们最新公布的国防预算 其实也是增加的 这个增幅呢大概是有16%左右 都显示呢大陆可能其实是蛮有野心的 而在这个状况底下会不会其实 美国也要帮助台湾来自我防卫呢 因为就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呢 传出疑似美军是有派出绿扁帽的军官 在金门来训练我们台湾的国军 不过呢这个John Aquino刚刚呢报道里面的这个人 他其实就马上的否认这个说法 不过他也坦诚没有国防部 确实有打算来做一个测试 来检验台湾的民防组织 有多少的防卫能力 总统现任前应不应该登太平岛国安局长这么评估 那总统的登岛的动作会不会被国际社会解读程式 激化紧张情势的一个举动 在1600公里的飞行途中 总统的坐机会不会有相关的飞航或违岸的问题 这也是国安局必须要评估的 现阶段我们不建议总统去太平岛 外交部长吴钊燮日前逆转 现前态度松口若新政府又需要不排除留任 那蔡敏燕呢 与此同时金门两名调客 包括一名现役事关对岸至今未放人 这一系列操作是否跟520前相关蔡敏燕说 没看到 两案件把弩招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也关切 不过对于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日前报道 三名美国绿扁帽人员驻台协讯 美方严正表态 我国军21日随即发新闻稿说有他国军队驻军我国的说法 本来就是错误讯息呼吁别以讹传讹 另外美国空军也证实MQ-9B无人机最快两下将于2026年交货 这样算起来比原定的明年慢了一年 新武器买了但还没办法拿到 国军恐怕也很着急 TVB的新闻红破网了听听看不到 不过国军怎么会出这样的披露呢 最近有一个新闻是陆军的官兵在靶场做实弹射击的训练 不过他使用的一款国造的手枪的枪管竟然突然断裂了 这到底是使用的这个材质有问题或是制造过程有瑕疵呢 后续都还要理清 明明是要让子弹通过的枪管却出现断裂 而且是国军使用的国产T-5K-3手枪 3月18日官纸部联兵二营一名周姓中士 在基隆内木山靶场打靶 没想到完成第三波射击后还没打第四波 枪管后半部突然断裂一度传出躺炸 其中一支T-5K-3手枪无法正常击发 目视为枪管底部断裂及停止使用该枪支 无人员受伤并非媒体报导所称唐诈情形 翻开这一时2019年出场的T-5K-3的射击履历 过去五年总共射击103发 这次训练才射击三发枪管就断裂 没进场维修记录保养检查状况正常 至于枪管断裂云因应军备205场 目前出判射击时受力不均或闭锁不全 造成腰带产仪器分机 军方更强调本批手枪2019年出场 两万五千支初步认定为个案 目前不下令停止使用 同型手枪的射击训练 这是第一次传出T-5K-3枪管断裂以外 这款手枪二月底才被TVBS拍到这尴尬情况 旅长亲自下场设计 哎呀削尴尬枪管卡弹还好顺利排除 只是T-5K-3手枪 其实不止陆海空三军和宪兵 包括防务部的部分预警 海军署和罚警都有在使用 国造手枪枪管怎么会断裂 恐怕不是单一个案 这原因外界就能买单 而在现在的台海局势之下 其实国军是非常需要稳定的兵源的 所以国防部这几年是把一部分的招募中心 放在所谓的民间军小 口令后即时开始大学生存游戏设手 姿势以摆秀枪法 比准度也比速度 11秒多就打完25个目标物 其实这距离社长陈俊宇 参赛时的最佳成绩还慢了2秒 两个月没练习的原因 是整个暑假忙于接受特战训练 所有的军校生里面都一定会有一次的暑假 是到谷关立阳营区去受训 有绝壁攀登 还有CQB 就是限制空间作战 还有进阶射击 学校之前有带我们去看航太展的时候 那边的无人机我也知道 现在的种类越来越多了 那不管是大型小型都是有的 学生是觉得说 有这无人机的操作 跟一定的知识 到部队还是有用的 操作无人机 精准完成考照指定科目 八字水平原 把社团的玩票性质 推向真正一技之长 不过全套迷彩服 开口闭口都自称学生 如果只是军训课也未免太严格 基本教练口令和动作还能说是模仿 但是学生身上的制服和三军六校版本完全一致 这里就是ROTC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 我是空军生 然后走之后未来是以地情为主 考完就是高三那一年 其实蛮迷茫的 就是想说自己不知道 有点没有什么目标不知道要干嘛 其实是因为家人蛮支持我 我走这条路 因为会想像往实习旅步爬 是因为每个学长姐 他到部队的时候都蛮优秀 外岛那边会学习更多的炮兵 一些比较专长的事项 那学生就一直很想要挑战 军事课分组报告 学习渐网之来 一天之内上午静态军事教育 下午操课磨练体能 之所以成为民间军校 原因是周一到周四 所有人回归一般大学生 其实这种教育制度 其用已久 源自于美国 拓展军官的来源 那我们以美国陆军来讲 西点军校每一年毕业的少尉 大概就一千出头 可是每一年美国陆军 所需要的少尉 将近五到六千人 那剩下的 他一定要由其他的管道 来弥补人力的这些需求 那ROTC的发展 刚好就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美军用了超过一世纪的措施 台湾曾经因为成效不张而中断 如今因为一年兵停征 基层严重缺乏预备军官 让制度重新受到重视 和正期班相比 ROTC在大一下学期才开始实施 也不是官校集中式的休业 而且正统军校毕业 最少得服役十年才能退伍 ROTC却只服五年 不过曾赴美交换退役将领认为 干部出身多元化 能为管理文化带来不同激荡 譬如说以美国陆军上将 刚卸任的参谋联系会议主席米利 他就是ROTC出身的军官 那当这些高层的军官 大部分都是ROTC的来出任的时候 他对于后面的这些新兴学子的 ROTC的学生 他当然也一定会产生正面的效应 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 然后顺便锻炼自己的体能和胆量 牺牲自由 从民转军 理由大多是未来稳定 国防部当前签约129所大专院校 除了桃园南亚人员充足 能独自成立转业大学 其余依照地区的分配 到教育中心假日受训 制度处处顾及学子权益 起因于现实 外有敌情 内有兵力需求 现在国军的人员招募 除了得从民间学校扎根 还得同时考量年轻人的未来发展 而这样子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今年实施的大学和义务役 三加一 第一批适用者就是今年大义新生 义务役新制参与人数 教育部还在统计 但这两位同学自愿被排除在外 不怕疫情因为情势而延长 索性一次直接当五年 94年次的杨耀翔和林玉翔 在选择兵种专场之前志向 金敏雀 动荡年代 募兵穷则变 变则通 不想当兵一百个理由也不够用 自愿的人或许才更有使命感 为国家尽心尽力 TVB的新闻华少平 叶玉甫桃源报道 今天让大家跌破眼镜的财经消息 就是央行竟然宣布要升习办马 而刚刚线上的朋友在讨论就是房贷 确实房贷族都很担心 以后负担会不会变得越来越重呢 惊喜吗 真的意外和市场预期不同 洋行宣布升习办马 利率终止连三栋 朱英就是四月电价 延拟调涨 恐怕形成通膨预期 杨金龙直言 理事会中只有一位理事认为 利率应该不变 而这一变动 从贴线率年息变为2% 担保贩款通利率2.375% 同时以平均电价涨10%估算 预估今年CPI再次突破2%通膨警戒 而从上次1.89% 一口气就增到2.16% 如果说它的调降 调升的幅度比这个来得大 那恐怕也会再上修一点 电价调涨幅度要是超过10% 不排除CPI增幅再度扩大 显见通膨山雨欲来 房贷足荷包也要缩水 以贷款1000万30年期试算 过去房贷年利率2.06% 每月应缴房贷37263元 要是升息半码 并且足额反应 房贷年利率就会增为2.185% 每月应缴房贷变为37894元 换算下来每个月多付631元 每年就要多缴7572元 我们的通膨不会比他们高 我们是供给面的措施 压制了这个通膨 至于近期投资人对ETF申购狂热 洋金融也在市井 它就像云霄灰车一样的 你的安全带你要记紧 我总觉得我的心 好像要跳出来一样的 跌破眼镜栓起半码 央行斩英资打通膨 同时牵动房贷股市多个面向 民众的荷包又受冲击 底片新闻综合报道 苹果执行长库克最近 仍在大陆上海访问 他去见了比亚迪的董事长 也去吃了当地的早餐 展现亲民的一面 苹果CEO库克20号 和大陆演员郑凯现身上海外滩 两人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前自拍 早餐还一起吃了当地小笼包 库克三微博中还以上海话答招呼 他写到农好上海 之后库克又参观了众多苹果供应链企业 同一天库克和苹果三家供应商 比亚迪、兰斯科技、长营精密 在上海办公室举办了一场分享会 比亚迪董事长王船福和库克一起参观了 比亚迪的展台 并且合照留念 库克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对于苹果的供应链来说 没有比中国更重要的地方 库克二十号到上海 二十一号苹果在大陆最高规格的旗舰店 就要在上海金安开幕 公开讯息显示 苹果金安店投资金额达到八千三百四十万人民币 零售等级仅次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全球苹果旗舰店 外界预测 库克将出席晚上七点的开幕仪式 库克积极与大陆市场互动掀起话题 大陆网路平台出现大量求代购 以上海试花白玉兰设计的 靖安店限量礼盒讯息 业界评论 近年苹果在面临华为等对手竞争下 iPhone在大陆销量大量下滑 库克上海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巩固市场 金融时报报导 在大陆经济前景不明下 国际大厂都难逃波及 锁定年轻族群的意大利奢侈品牌 股值第一季度销售额下降将近百分之二十 因为他们在大陆的主要消费者 比起年涨财富富裕的买家 更容易受到经济压力的影响 TVBS新闻张家宝林秘珍 综合报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来自大陆的小吃螺蛳粉呢 有些人觉得越臭越好吃 不过大陆官方最近做了抽查发现 有一些螺蛳粉竟然还是用增臭酱调制而成的 用完之后 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容器给洗干净 只能这么猜 你这东西几乎就没怎么洗过 大陆官方突袭检查月销量超过四千份的成都网红螺蛳粉外卖店 只见小小空间里食材旁堆叠大量杂物 汤勺覆盖厚厚油垢 再看看冰箱 有惊人发现 扭开塑胶瓶瞬间 巡查员马上被呛到咳嗽 表情痛苦 感觉就要吐了出来 追问浓稠液体到底是什么 业者只说是螺蛳粉增臭酱 具体有什么成分 说也说不清楚 螺蛳粉的汤没有螺蛳 而是用不知名香精调制 影片曝光后引发议论 各地民众纷纷喊话 要监管部门好好查查 餐饮店的螺蛳粉臭味 到底是天然还是加工 会引起舆论 是因为螺蛳粉实在太受欢迎 公开数据显示 在臭味食品中螺蛳粉消费人群 增速最快达到百分之九十三 其次是臭损飞于罐头 螺蛳粉成为网红产品后 大陆各大电商抢着卖 袋装螺蛳粉销售 二零一七年才三十亿人民币 三年后暴涨到一百五十一点九亿 二零二二年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 更是冲破六百亿人民币 TVBS新闻张江保 林明珍综合报道 最近公布的全球幸福国家指数 南韩是敬培莫座 当地人流行养宠物石头 来增加幸福感 摆放在墙边的小石头 画上了小狗一家人等等 各式各样色彩缤纷又可爱的图画 在南韩全罗北道的泉州市 一位治疗师从二零二零年开始 给石头画画 并且放在马路边 希望把笑容带给大家 不仅仅是这样 南韩人还把石头当宠物养 购物网站上有各式各样 不同形状的宠物石头出售 主人还会带着宠物石头出游 晒照片 IG的宠物石头标签 就多达两千四百则 养石头让工作过老的南韩人 放松心情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不必花钱 网红参加洪川冰冻节 发现这名小吃的鱼板 直接涨一倍 一碗要价三百块台币 一杯盛代 更是台币六百起跳 当地政府同批摊商 红台价格 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南韩物价涨得太吓人 日常生活什么都贵 加上工作还过劳 联合国最新公布的幸福排行榜里 亚洲 台湾 仅在新加坡之后 排第二 南韩落到了五十二名 只赢过中国大陆的六十名 日子过得这么苦哈哈 难怪不花钱的宠物石头 会成为南韩民众的喜欢 体育变新闻综合报道 而南韩又有一个观念在改变 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只把近大企业工作 当成人生理想 而是想要尝试创业 打开手机一整天的行程 会议从早到晚 跟粉丝分享在韩国工作的点点滴滴 更在韩国的团队里一路晋升到组长 只是升职加薪到了这个阶段停顿下来 再加上三不五十的加班 以及得跟韩国人竞争 最后也选择了跟其他人一样准备创业 主要当地年轻人也看到这个问题 南韩国民年金近来传出破产危机 民间智库报告指出 除非有改革 否则未来劳工将领不到退休金 已经渐渐的比较不信任政府 就是他们会觉得 在韩国工作可能也是很辛苦 所以都一直想要往外跑 其实韩国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创业 跟台湾比起来韩国人更爱创业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他们韩国政府对于创业的这一块 也提供蛮多资源的 以南韩2023年全年的出生率 二十三万五千零三十九人 创下历年新低 相较于2021、2022分别下降了 百分之十一和百分之八 但类似的问题 台湾同样也正在面临 新生儿出生率一年比一年还要低 各国同样都是低出生率 人口老化、人口结构正在改变 已经迫使南韩国民年金 增加保费来因应 在环环相扣之下 尽管南韩的国民年金管理的资产 是全球第三大的 只是目前根据统计 到了2039年的时候 就会进到赤字化 等于说到了2050年 三十二岁的这些族群 他们届满六十五岁的时候 恐怕领不到退休金 因为纳保人数日益减少 面对未来可能遇上的问题 年轻人几乎各个提早做准备 除了在工作上 得证得一个好职缺外 让自己在学生期间 有更多竞争力 成为他们更要努力的一环 熟悉英文在韩国已经不够用 飘洋过海来到台湾 想多学一种语言 更能增添竞争实力 不管在创业或者是充实自己 都是在为未来刻画出想要的样子 而台湾的劳保问题 也面临超过13兆的债务 虽然目前有政府的挹注 以及转投资获利 让劳保年金破产期限 看似往后延 但问题还是存在 我们整个劳动力结构 从正三角形 也就是年轻人比较多的 这样正三角形 慢慢转成道三角形 也就是老人家比较多 年轻人越来越少 那这种情况底下 这种部分提存准备的这种机制 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 一个财务危机在这里 所以南韩跟台湾一样 我们的如果从经算报告来讲 我们的钱团的债务都非常的多 但既然这是一个社会工业 你也不可能说不去 多缴一点去帮过去的人的债务 去做解决 所以这部分不会是很多 你左脚的保费 大部分还是你未来要领的钱 我觉得应该改革是往这个方向 让年轻人才会有盼望 那更重要的是 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储蓄 劳包改革不管如何 都得加速进行 提高保费 以及为年轻人设下停损点 给下一代有期盼 留在劳包体系 要有一大部分 就是他们的退休金 而非一昧的帮忙 偿还上一代的债 TVB的新闻 钟德荣歇伦台北采访报道 AI教父回答的执行长 创办人黄仁勋 六月份要访问台湾了 他说到时候会公布更多 回答跟鸿海的合作细节 黄仁勋在展场掀起一阵旋风 黄仁勋似乎不担心 存在别人手机里的合照 他是什么形象 水喝到一半 也配合的定格拍照 黄仁勋到每一个合作伙伴的展区 打招呼 当然没漏掉台湾厂商 标准程序 先在产品上签名 然后再拍照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 还得自己来发通告 安全人员和工作人员 为黄仁勋围起人墙 从一个摊位到一个摊位之间 隔出专用走道 一边走一边推 不断提醒大家往后退留点空间 刘洋伟得靠安全人员开道 才能挤到鸿海摊位前 我想要拍照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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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了解 刘洋伟和黄仁勋这次有机会私下见面 谈了什么刘洋伟没透露 黄仁勋在逛展场的同时 另一头小绿小蓝和小橘三个机器人摇头晃脑逛大街 吸引不少目光 而小橘和黄仁勋两大人气王 展场巧遇 也是第一天主题演讲后的首次合体 那回答在GTC的年会上呢 其实构筑了一个未来AI成为霸主的时代 比如说开视讯会议 使用类似的技术呢 就可以让镜头呈现出3D的立体连孔 英国单座超跑Bug 纯手工制造产能低 提供客制化选项 透过这套系统产生的数位孪身超级跑车 让在远端的设计团队 也能看到超级跑车的一切细节 汽车液和工业设计用的3D视觉化软体V-RED 在生成式AI的帮助下 让整个设计流程更简单 而且连这都能办到 自然语音的声音指令 自动转换为文字 传送到大型语言模型 能理解并且回传指令到应用程式 回答在GTC会场展示的 延展实镜技术还有这个 用一个普通的视讯镜头 就能实现3D视讯会议 影像的沉浸式沟通 用任何视讯镜头就可以把2D的影像 转换成3D的你 不管是3D全项显示 扩增实镜 头戴式装置 或是传统荧幕 都能呈现3D效果 最快在今年第二季 或第三季 回答视讯会议平台 Maxim为服务 就会有这个3D虚拟会议 不需要大频宽 不用昂贵设备 只要用一个普通镜头 就能达成视讯会议 眼神交流的3D体验 GVB新闻一家辉 美国盛和系报道 TVBS的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